皮皮鲁 好好照顾莉莉 别光顾着玩游戏 还有别忘了给莉莉洗澡 嗯 行了行了 皮鲁鲁鲁鲁 注意安全 那边啊 我们都天下了 皮皮鲁鲁是不是太怪了 会降上去的 这点速度算什么 全速向前冲啊 什么事啊 我明明嘱咐过要给莉莉洗澡的 皮皮鲁鲁就知道玩游戏 以为我不知道是吧 怎么了 要给莉莉洗澡 皮皮鲁鲁不玩了吗 马上回来 怎么样 舒服吧 还不喜欢呢 来个帅气一点的发型 出什么事了 莉莉不会有事吧 莉莉 吃点东西消消气 还有 千万不要告诉鲁兮兮哦 皮皮鲁 我们重新开始玩游戏吧 好嘞 开始 飞塔 再加快速度 好嘞 怎么了 莉莉 停电了 真玩的开心呢 嗯 可是 真的能修好吗 不用担心 在双子星上 我是最棒的电器专家 是这个 我已经联系物业了 你别再动了 那比想象中的要复杂一点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安全特工队 请回答 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我查了一下原因 起因在 皮皮鲁家 你们这些导弹鬼 舒克 我们要抓紧时间行动 安全特工队 作战开始 鲁兮兮 变身 亚齐 变身 安全特工队 出动 要爬上去看一下 那个不行 皮皮鲁 鲁兮兮 皮皮鲁 你到底闯了什么祸 没什么 真的 这个家伙 到底在哪呢 糟糕 他们在家门口 快阻止他们 出口 加关速度 好的 全速前进 地球的电气装置是 好复杂呀 鲁嬷嬷看看 危险啊 危险 等一下 我去救你 黑龙 飞趟 这里是阴间吗 好复杂 幸好 作战结束 辛苦了 七夕 输客 那个 我们本想在你回来之前解决的 莉莉 让你受苦了 你每次闯的祸 都能超出我的想象 今天 真的很危险 皮皮鲁 根本没有遵守家庭用电守则 失手触碰电源插座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一不小心 还会发生火灾 在同一个插座 不能接太多的电源 会发生短路现象 突然使用大量电力的话 还会出现停电现象 随便乱碰配电盘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爬上电线杆更加危险 家庭用电安全 完成任务 就知道玩游戏 还把家里弄得一团糟 以为我不知道吗 谁告诉你的 从今天起 你负责给莉莉喂饭 什么 皮皮鲁 这下你惨了 ه mı 姑娘 哈 你负责 嗨嗨 噢 噎 吐 刚才还画得特别棒呢 喔 噢 好像坏了 哦 啊 啊 我的手机去哪儿了 啊 好无聊哦 怎么真的无聊呢 啊 是皮皮鲁发的 什么 怎么被扣钱了 糟糕 我的三十块 这又是什么 诈骗里的不是皮皮鲁吗 陌生联系人 哎 号码是一样的 喂 你好 皮皮鲁玩滑板车召唤了我们的车 人现在在我们手上赶紧拿钱过来 也不然你就见不到皮皮鲁了 好好继续讲 但是我没有钱怎么办呀 语气不对 要先把他骗过来呀 你先过来 您刚才不是让我拿钱过去吗 那 那个 你说话怎么能磕巴乱 我让你更凶一点 厉害一点 我比你有钱多了 您到底想让我怎么办啊 给我 马上拿着钱到小公园来 别废话 你果然是最棒的坏蛋 喂 您好 说话呀 真是好奇怪呀 皮皮鲁怎么不接电话呀 是不是真出什么事了 难道 雅琪 皮皮鲁好像被绑架了 什么 首先要去报警说明情况 陆兮兮 安全特工队请回答 安全特工队 作战开始 鲁兮兮 鲁兮兮 雅琪 变身 鲁兮 变身 安全特工队 出动 我来了 鲁兮兮 先搜索一下公园和附近地区吧 雅琪 确认一下 这附近有没有手机诈骗团伙的信号 嗯 知道了 显示皮皮鲁的方位了 好像就在这附近 附近 那个不是皮皮鲁吗 原来在这 皮皮鲁 哦 你们来了 白担心一场 罗克 找到发出短信的位置了 结果显示就在小公园附近 那辆车 刚才开始一直停在那 很可疑呢 怎么不接电话呢 你给我快点 接了 我去看看是谁 谁呀 安全特工队怎么来了 是安全特工队赶紧撤 他们想要往前上跑 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 朝鲜发射机发射 贝塔 瞅瞅打磁铁的厉害吧 文处我要上了 贝塔 力量升级 罗克元素群 我可就熄熄了 皮皮鲁的照片 是这个号码发的 这种坏蛋 必须尽快赶出地球才行 这群坏蛋赶紧上车 盗嘴的鸭子又飞了 下次一定会成功的 希望他们以后能老实点 可不是吗 收到觉得可疑的手机短信时 要马上按照安全手则进行应对 陌生号码的电话要提高警惕 不能轻易告诉对方个人信息 来历不明的短信 最好直接删除掉 接到奇怪的电话 应该马上告诉大人说明情况 并且立刻报警 手机架片预防安全 完成任务 可是有件事很奇怪 红鼻子说只发了照片 那被扣了钱的短信是什么 那个 其实 早上接到一个电话 说我中了奖 说如果我推荐好朋友的联系方式的话 就给我发奖品 就这么轻易的把我的号码告诉别人了 真是的 快过来 拦鼻子 明明在这附近看见舒克贝塔了 这个为什么会在这 扔扔掉他 谁干的 宣承队 鲁兮兮怎么不接电话呢 逼逼鲁 鲁兮兮的S Watch无法连接 什么 好痛 好像掉到下水道里了 糟糕 手机去哪了 老鼠 这是 这是 舒克贝塔 鲁兮兮好像掉到下水道里了 我把位置传给你们 鲁兮兮 他一定是掉进这个下水道里了 鲁兮兮 安全特攻队出手的时候到了 安全特攻队作战开始 拒绘 水道调的 海腕 匹匹鲁兮 变身 安全特攻队出動 飞他 我从这边开始搜索 那我去这边 我用无人机扫描 这是好自鼻的味 是毒气 要赶紧离开这里 毒气 鲁兮 鲁兮兮 你在哪儿呢鲁兮兮 糟糕 皮皮炉 β 因为换风口堵塞 所以大量毒气正在蔓延 鲁兮兮很危险 皮皮炉 β 重点搜索毒气附近 转不过气了 快 快撑不住了 哇 毒气息 毒气息 皮皮啊 真是万幸 舒克 壳老鼠 啊 超线发射性 发射 太棒了 屏命炉 老鼠 属客 赶紧想办法呀 屏命炉 趁老鼠重新集合之前赶快撤退 要快 太棒了 属客 哈哈哈哈 什么呀 老鼠也不过如此嘛 走路时不能用耳机听音乐 特别是晚上会更加危险 一定要时刻小心不踩井盖 万一掉进下水道或者深处 可以用口哨 或者手机等通讯设备告知自己的方位 如果掉到下水道的深处 在原地等待救援 是最好的方法 井盖安全守则 完成任务 我们走吧 安全特攻队怎么能怕老鼠呢 迪比鲁 被老鼠包围的时候 你不也怕得发抖吗 我才没有害怕呢 我才没有害怕呢 看那不是舒克贝他吗 给我站住啊 我 我 皮皮鲁鲁鲁鲁鲤这两个小鬼 怎么还不出来啊 可能还要等很久呢 找到皮皮鲁鲁鲁鲤后 我 去看看 这个挺好吃的 我还没吃够 对呀 来了来了来了 都卖完了 去去去去 肚子突然好饿呀 什么味儿这么香啊 那边的同学 看我们的肉串吧 免费送一串 不行 皮皮乳 乱吃东西会闹肚子的 是 你看那边 这个肉串不会生的 不是呢 再不是呢 走吧皮皮 我还是想尝尝那个肉串 他怎么走了 他冒进一定会再来的 今天怎么这么多学生 被救护车抬走呢 请回答安全特工队 有好多小朋友 被救护车送到医院 雅琪 放学路上 发现校门口有一个小摊 卖奇怪的食物 原来如此 可能是卖不良食品的团伙 安全特工队出动 安全特工队作战开始 卖叙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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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 小朋友们非常喜欢那个小坛的肉串呢 那个小坛明明在这儿附近做生意来着 那是黑色油渍 我们真的会变成富翁呢 可不是嘛 现在还不是开心的时候 还没抓到皮皮鲁和鲁西西呢 多这点钱后再抓呗 我发现扫着这个就变得特别香 顺着油渍去看看吧 在那里 学校门口的好串 是不是你们卖的 绝图工队 赶紧戴口罩了 戴口罩 天呐 你是红鼻子和蓝鼻子 红鼻子蓝鼻子是谁啊 不能就这么被抓住 他们要跑 你们跑不掉的 尔克 给我站住 倒是比你谁更快 抽线发射器 发射 见到吗 这点成功 小菜一碟呀 白人的小鬼 出手 这点成功 不怕 小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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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来 放开我 给我等着 安全车 撤撤 红兰鼻子可真能闹事 不良食品就算很好吃 但绝对不能被诱惑 第一 不能随处购买食物乱吃 一定要在有质量保证的地方购买 第二 吃东西之前一定要仔细确认成分表 以及保质期限 第三 发现不良食品要立刻报警 不然很有可能会引发类似 集体食物中毒等可怕的事情 不良食品安全守则 完成任务 我的肚子好疼啊 卖不良食品的时候 不是挺开心的吗 比比鲁 你不是野餐过吗 那 那个